这是格斗界的作死第一人查理·泽伦诺夫 他不仅打电话问候世界拳王维尔德全家 并且敢于和对方正面硬刚 虽然被打得很狼狈 但属实也是勇气可嘉 作为格斗界的作死第一人 他的战绩不光是问候维尔德全家 然后被对方暴打 他甚至来到了梅威瑟的拳馆进行踢馆 这便是他在梅威瑟拳馆进行踢馆的视频 迎战他的是梅威瑟的老爹老梅威瑟 我们看到这一波查理很突然的就向老梅威瑟发起了偷袭 看到这里大家不用意外 因为搞偷袭就是这位作死达人的特色 这一波老梅威瑟险些被轮倒 一波偷袭占了便宜 查理非常自豪的举起双手 实不知他这是高兴的太早 接下来老梅威瑟正式与他对决 我们看到尽管老梅威瑟已经连过60 但这反应速度却丝毫不逊色 还不到10秒钟 老梅威瑟就直接压着对方打 要知道梅威瑟可是拳击世家 不管是他老爹还是他爷爷 那可是一辈子都在干拳击这件事 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业余爱好者能够碰瓷的 被追者打了一圈之后 查理自认为打不过表示不打了 但老梅威瑟却没有停手的意思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查理是个老偷袭 一旦对手停止进攻 他就会突然搞偷袭 其实老梅威瑟的想法很简单 他就是想将对方打服 让对方不再搞偷袭 不过最终他还是失算了 就在查理被逼到角落无路可退的时候 他果断跨出擂台 老梅见状便停止了进攻 转身离去 结果还没等他走出几步 查理迅速来了个回马枪 打不过还搞偷袭 这谁能惯着他 老梅的徒弟果断出手 试问 格斗界敢于如此作死的人 除了他查理则罗诺夫还能有谁 就这样 挨来一顿胖揍之后 查理则罗诺夫方才盎然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